很多人想起我或者介紹我的時候都會說 由香港踩單車去臨飛那個阿祥 踩單車那個阿祥 變成這個是我自己定了型的身份 這次這本書講的是一個旅行和成長的經歷 講我過去十幾年來幾個的旅行 接著串連成一個類似自己的一個成長故事 2007-2008年去澳洲工作假期 那一次其實是我第一次去一個這麼長的旅行 那時候都很多東西比較幼嫩一點 將那時間的自己圓圓本本地擺出來 對我來說旅行不是只是去放鬆 不是只是去吃玩賣 而是我覺得很多不同的挑戰給自己 而在那些過程裏面就可以令自己的生命是有些 有些學到一些東西和有些的成長 真的比起去澳洲再早一些 我已經寫下自己的旅程了 就是寫下一些郵寄 那 那 最初是真的給我最高的 但是寫下我覺得 有一些朋友看回之後 去feedback和我說 你的story很inspired 那我都覺得原來我寫的東西 我自己給我最高的東西 是可以對人有些影響的 那我就繼續寫 如果你想去一個很長途的旅行的話 很多人的心態就是你 好像逃避現實 沒有說不行的 但是如果你純粹一個逃避的心態去一個旅行的話 你就會發現 其實很多東西 你離開了這裡 就算在去旅行的時候 你都是在面對著現實的 那所以 你就算是 一開始是一個逃避的動機去 但是 你在這個過程裏面 你要跟自己說 你要 在這個過程裏面 你要拿走一些東西 不是只是去避開一些東西 我都相信 疫情之後 整個旅遊的生態會有些不同的 老實說 是會排外的 見到一些外人的時候 我們會很緊張 會戴口罩 你有沒有病的 那大家去習慣了這個東西之後 我相信去旅行來說 大家都會 比起以前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open 我有些擔心是會 我記得我去年 又再一個人去踩單車 那我就去踩這個 帕米爾公路 我踩單車 通常都會聽歌的 我以前踩的時候 我會選一些很勵志的歌 但是呢 我今次就有少少不同 我今次不知為什麼 選一些歌的性質 是比較抒情一些的 譬如其中一首我聽得最多就是 SAMMY的 我們都市值用張大敵 尤其其中有一句 我覺得很深刻的 就是 紅塵漂泊在一日默然回首 就是 經歷了那麼多事情 究竟 我在這些旅程中得到什麼呢 如果我沒有去的話 如果我跟很多朋友 就是我其他的朋友一樣 繼續在香港去 繼續發展自己的事業的話 今天我又會有什麼不同呢 現在我選了這條路了 之後又怎樣繼續去走呢 在這個過程中 雖然身體是很辛苦 但是我一直聽這些歌 都一直去想回 過往的一些經歷 還有一些反思 那時候開始就構思這本書 最後就選了這個 做主題的書名 關於在澳洲那時候 認識了一個女生 那時候就 總之跟她有點曖昧 反反覆覆之後 是沒有一起到的 但是 過了很多年很多年之後 她結了婚 她跟一個日本人結了婚 那我之後是去探望他們 然後再去一個重聚 那是這本書的一前一後包著 那詳細內容呢 大家可以看這本書 如果有興趣的話 希望大家會看這本書 但是呢 有一件事要留意 因為這本書是 在普通書局是買不到的 是我自知和一間 小型的出版社去出版 所以呢 可以上回我的Facebook page 那就是阿祥Linus Chan 那裡 就會看到那個連結 可以在網上 直接跟我買這本書 對啦